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朋友们都叫他来少 来 掌声有请 来少 还有一个 大家好 我来自吉林省四平市 今年23岁 我的爱情缺乏人是 我叫蔚来 你是我的蔚来吗 你好 蔚来 谢谢你 哎呀 这出场 绝对是有男模 走踢台秀的感觉 不管我们场上 16个姑娘眼睛刷刷的 我看台下的一些 花痴女观众摇耳朵 这场我容易吐出来 喊声过后更紧张了 先看一下16个姑娘 就不紧张了 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16个姑娘 对我们小伙子的表现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非常感谢 看来都被倾倒了啊 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就会真的 可以 请选择给你们啊 看一下小伙子 第一个等评 请选择 大家好 我叫蔚来 今年23来自四平 房门都跟我叫莱少 自己有一台车 没事的时候愿意玩玩飘一夜 我现在有三套房子 两套在四平 一套在珠海 父亲是做煤炭生意的 自己有家溜杯厂 年收入在20万左右 我现在每个月花销 大约在15000到20000左右 也攒不下什么钱 所以先找一个会攒钱的匣子 以后家里还得媳妇当家 以后我用多少 就管媳妇要多少 因为从小父母感情不和 所以我是吃白牙饭长大的 其实我这人从小吃过不饶苦 自己也特别能折腾 什么都干了过 曾经也刷过车 在饭店也干过服务员 我从小的那些门能管得住我 我叫未来 你愿意做我的未来吗 13号 大姨贵 帅哥 你看我 我在这呢 我这一看 你这典型的年轻小土豪 然后你说你又玩飘移 又有跑车的 那我就很纳闷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 你七天花七块钱 那是怎么回事 我想听听那故事 我从小家庭 父母感情不怎么太合 然后大学毕业 跟家里闹点矛盾 然后就自己跑出来了 在外面反正什么苦 也都吃过 说当过烧烧工 也当过 就是 发村单夏天 四十度 完了穿上一身熊丽衣服 因为都是没有钱 所以在网上找那种 一百块钱一天结的 就记得当时衣服脱了的时候 满身都是汗 都往下淌水 流水 我就感觉把这钱 来得太不容易了 所以 我感觉古话说 对 富不过三代 我感觉我自己 有自己 有脚有手 自己也能挣 也不是活不了 自己在外面 所以说是 我父亲能做啥 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了 那 那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 靠你自己双手赚来的吗 嗯 自己的车是自己买的 嗯 完了 剩下的是跟家里借的 小伙子 王哥问你个问题 就今天你的这身穿着打扮 加在一起 大概是多少钱 不用瞒我们 腰带皮鞋 衬衫裤子 手表 总共加起来 八万左右吧 这些钱是自己赚来的 还是爸爸的 我的衣服服装 都是我自己买的 没家里没人都买的 因为吧 之前也拜过家 就是后来感觉 父母都挺不容易的 嗯 就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就是直随机迷的日子 也过够了 所以说想过那种稳定的生活 也想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挣钱 自己花 花了开心 那 我还有一个问题 燕子也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每个月 花一万到两万块钱 然后你可以接受一个 特爱臭美 特爱买衣服 特爱花钱的女孩吗 我说我喜欢的我愿意 我不喜欢的我只能不愿意 那好的 小伙子你建议 女朋友的衣柜有多长吗 不建议 其实我挺喜欢 女孩打扮自己的 嗯 我 完全女孩 就应该对自己好点 但是有个度 我出去领吃饭一瞅 像那个样子 12号二男 是一杯小蜜蜜等了 我想说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观念 因为我感觉她 就像富二代一样 尤其像她 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 地道农村姑娘 然后 等她上我家旅游的时候 然后当一块的 她开一小吃 车门一下子 我从包园地 挣白包米 除了怕 埋了八台 我打 我来了 我 感觉根本就不是一个 一个党次上人 并不是说我贬低自己 我想找的就是想化肥 一样是像那个尿素一样的男人 就是我在这边板 然后她到那边接我 接完我 我俩一起盘腿搭坐 坐在地头呢 落壳里那种 好 来看一下小伙子的第二个朋友 一起来看